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言吕布的古仔笑说 游戏里面 吕布最好打 高人一等 所以我要增高 古仔与韩庚受访时 古仔提报韩庚之所以锻炼身材 因为结尾对方要除山 与他对打 他笑说 不明白古装片为何要除山 他和韩庚 谁身材较好 当然是韩庚了 他要除山演出 我不用除山 但要增高 古仔在昨晚导演会春明上开金口唱歌 问他是否歌引起 古仔无奈地说 我都不想 气氛好好 盛情难却 怕自己唱得难听 希望大家多多原谅 Holt 住姐 谢依林生日宣告婚讯 老公原来是这位 Holt 住姐 谢依林 在3月19日28岁生日当天 突然在微博公开喜讯 宣告我结婚了 恭喜我祝福我 谢依林在生日这天时间一到 就在微博贴文写道 今年生日我不一样啰 阿琳脱单了 是的你没听错哦 老娘也是有人要的 人都要有梦想嘛 我结婚啦 恭喜我祝福我 人生难得怒刷一波存在感 至于老公身份与长相 他贴出一张图画 只见他身旁牵着一位平头男 并写着Green和Lin 旁边还有一颗爱心 看来应该就是谢依林老公 而网友们也都纷纷送上祝福 据苹果报道 谢依林的经纪人证实 老公就是2015年被拍到的那位帽子男 当时谢依林回应 帽子男是高中同学 两人只是好朋友 如今两人关系升格 经纪人也表示两人从多年朋友变为恋人 也有结婚的打算 所以才选在生日这天登记结婚 不过两人交往的时间 经纪人则不确定 关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粉丝们的反应也是非常搞笑了 小伙伴们个个都被惊呆了 纷纷留言 啥 我的天啊 几乎都是不敢相信的样子 卓文轩呕吐腿软送医 歌舞剧中段演出 一人找文轩 今晚结束歌舞剧赛貂产 上半场演出后 中场休息在后台呕吐腿软送医 歌手林俊杰也传出 昨晚在上海演唱会过程 身体不适 经纪人表示他严重感冒发烧 索性不是流感 近日卓文轩全新投入历史歌舞剧赛貂产演出 今晚传出他身体不适 演出中段 全名大剧团团长谢念祖晚间接受记者电访表示 目前卓文轩在医院急诊 还在做进一步检查 初步判断可能太累 压力太大 导致肠胃不舒服 谢念祖表示 卓文轩昨晚演出回家后 就说身体有点不舒服 今天一来报道气色就不太好 下午场勉强演完后 没想到晚间结束上半场表演 中场休息就在后台呕吐腿软 站都站不起来 紧急送医挂急诊 主办单位也宣布下半场演出中段 谢念祖指出 今晚赛貂产开场就延迟了20分钟 中场休息又延迟10分钟 他心疼表示 卓文轩个性十分好强 晚上努力撑完上半场演出 演员间知道他的状况不断互相关心帮忙 但台下观众都看不出来其实他状况不好 历史歌舞剧赛貂产为全名大剧团 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共同联手 由赵文轩饰演貂产 并和饰演关羽的黄志伟演出情侣 16日起至18日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 但今晚在貂产因故中断演出 有关后续退票处理 主办单位台北市立国乐团表示 明日会统一在官网公告 另一方面 金曲歌王林俊杰世界巡回演唱会圣所 昨天网签自上海起跑 有媒体报道 林俊杰昨晚在上海演唱会结束后 传出疑似贪婪呕吐 被保安紧急抬离 令不少歌迷担忧林俊杰的健康状况 经纪人徐沛云透过讯息回应表示 林俊杰结束演唱会后非常虚弱 工作人员为他添加衣物 搀扶他 强调并非抬走 而是避免他再度着凉 至于林俊杰身体状况 徐沛云说明 是严重感冒 发烧 咽喉肿痛 索性不是流感 至于呕吐情况 徐沛云则说 是林俊杰下台的时候 喉咙很干咳嗽 吐了一口痰 不是呕吐 后 住姐 谢伊林生日宣告婚讯 老公原来是这位 后 住姐 谢伊林 在3月19日28岁生日当天 突然在微博公开喜讯 宣告我结婚了 恭喜我 祝福我 谢伊林在生日这天时间一到 就在微博贴文写道,今年生日我不一样罗。 阿琳脱单了。 是的你没听错哦。 老娘也是有人要的,人都要有梦想嘛,我结婚啦恭喜我祝福我。 人生难得怒刷一波存在感至于老公身份与长相, 他贴出一张图画,只见他身旁牵着一位平头男, 并写着Green和Lin旁边还有一颗爱心, 看来应该就是谢依林老公。 而网友们也都纷纷送上祝福。 据苹果报道,谢依林的经纪人证实, 老公就是2015年被拍到的那位帽子男, 当时谢依林回应,帽子男是高中同学, 两人只是好朋友,如今两人关系升格, 经纪人也表示两人从多年朋友变为恋人, 也有结婚的打算,所以才选在生日这天登记结婚, 不过两人交往的时间,经纪人则不确定。 关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粉丝们的反应也是非常搞笑了, 小伙伴们个个都被惊呆了, 纷纷留言,啥? 我的天啊! 几乎都是不敢相信的样子。